再次来关注就是美国国会再先表决大战 总统拜登提出了两项投票权法 遭到参议院少数党共和党 以冗长辩论的议事规则无限期的延宕 拜登跟民主党决定展开反制行动 扬言如果参议院不表决法案 就废掉冗长辩论的议事规则 这又引发共和党的不满 那么拜登希望在11月期中选举前 透过投票法案扩大民众投票的管道 让全美投票规则有统一的标准 同时也要借此消灭前总统川普 不断散播的选举舞弊言论 美国国会优先法案表决大战 总统拜登这次领军要闯关的是两项投票权法 预计下周一在参议院表决 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周三特别前往民权运动摇篮乔治亚州推销投票权法案 演说前他们先前往非议人权领袖金恩博士的纪念馆献花 民主党刻意选在17号金恩博士纪念日在参议院表决 象征这是为公民权而战 这些日子这些签的票将来到一个票 会有一个转移的转移 在这些国家的历史 我们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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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和党主党 灯和灯 决施 决施 我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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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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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迫切想在11月期中选举前通过投票权法 因为新法可以扩大民众投票的管道 如邮寄和不在籍投票 同时让全国投票规则有统一的标准 也借此推翻共和党执政州所通过 限制民众投票权的法案 投票权法卡在参议院多时 参议院少数党共和党以冗长辩论的意识规则阻挠表决 让法案无限期的延宕 拜登因此想废除冗长辩论 为投票权法案铺平道路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下通牒 下周一共和党要是还继续阻挠法案闯关 民主党就会发起更改议事规则的表决 共和党议员则反抢民主党 想把国会变成多数为王的地盘 废除冗长辩论 废除冗长辩论要在参议院通过 民主党加两位无党籍的50票 一票不能跑 还要加上副总统参议院议长贺锦丽的关键一票 才能成功 但目前已经有两位民主党参议员表态反对 美国前总统川普2020年连任败选至今 仍然不断散播选举舞弊的不实言论 共和党挺川议员们也群起附和 还施压地方选务单位重新计票 企图推翻选举结果 严重动摇了民主体制 拜登也出手反制 推动投票权法案 他还呼吁共和党的良心议员们 加入捍卫民主的行列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